国庆假期刚刚结束,不知道尽情吃喝完了,的各位,有没有长胖吗?反正小八是胖了,不过小八却发现有个女星竟然悄悄的瘦了,整个人颜值飙升的节奏。 大家能认出来这是谁吗?这是瘦下来后的妮品啊,就在国庆假期期间,妮品的助理发了个小视频,视频中的妮品面带微笑,的从容不行着,剧助理透露这是要去看电影,妮品去看的是哪部电影,小八是猜不到了,小八只知道,她比起之前也瘦太多了吧,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,网友也是纷纷惊叹,妮品瘦了。 简直是没回了十年前,要知道最近几年来,关于妮品发福,身行走样的新闻从未间断,站在汪涵身边,妮品的身板简直,有两个汪涵这么大。 不仅如此,腿脚不好的她主持节目,时也常常需要坐着,走路也需要人搀扶,比如她去录制天天向上,下几步台阶需要汪涵和曹颖两人共同搀扶着, 录制朗读者,有懂心把她搀扶到全台,即使在平坦的舞台中央,也让担心她能否独立站立一段时间,平时就更不用说了。 像太后出巡视的,有两个工作人员搀扶支撑着,和当年在各大节目舞台上,意气风发的妮品比起来,这些年变得身心臃重。 老太必谢,但她实在让人不敢认,要知道她今年也才五十九啊,但她老太隆重的样子,全安比七八十岁的老太太,除了身材的走样,岁月对倪平下手也特别狠。 当年倪平为了致,好儿子胡子的演技,想尽办法四处奔波,一边赚钱一边找音声,期间还有一次经历了婚姻的破裂。 在那几年,很多人都惊认于倪平外貌衰老速度之快,毕竟在他们眼里,倪平明明应该是这样的。 不得不说,年轻时的倪平的确言之能达,气质超群,从倪平的眉眼间,小八仿佛看到了当年的王祖贤,面对倪平的老去,也许最错愕的就是那些年看过她的节目,喜爱她的观众了吧, 想必倪平也清楚肥胖不仅影响外形的美观,更会影响身体健康,所以其实早在几年前,她就在微博里,透露了自己在减肥。 当然了,当时的减肥成果,我们都知道,那些年的倪平压根就没瘦下来过,不过这次倪平也许是来真的了,就在上个月,倪平的助理还在微博发了一张她的近照,问粉丝有没有瘦, 倪平这瘦身效果绝对是肉眼可见啊,不仅整个人更显利落了,体色也看起来好了很多,如果说照片还能披,但这次视频里的倪平可是真的瘦了,这状态简直可以用倪林来形容。 看来这次倪平是真决心重回颜值巅峰了呀,看着59岁的倪平老师为了形象为了健康还这么贫,吓得小巴赶紧放下了手里的零食,期待倪平老师后续的减肥成果。 大家也快动起来燃烧卡路里吧。